请取歌王陈奕迅近期是忙着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下一站原本要到中国的重庆 从6月14号开始举办6场的演唱会 却突然宣布延期举行 为什么这么突然呢 原因是因为昨天下午他在户外打网球的时候 中暑收客晕倒 下巴是直接重重摔在地上 这让他紧急送衣足足缝了30多针 那么主办方也立刻发出公告 表示演唱会要延期 因为基于医生的诊断 让下巴伤口跟腮骨能够完全愈合 至少最少要休息三个星期 而这一摔也把整个演唱会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包含重庆站6场演唱会 全都要延期到明年2025年才能举行 那么关于延期和补偿方案 主办单位也表示说开放歌迷全额退票 也可以保留票跟到2025年的演唱会再来听 那这次从外地到重庆来观赏的歌迷 将踩时暴时销的方式来补贴交通跟住宿费用 其实陈奕迅呢 在两周前唱到杭州场的时候 才因为喉咙不舒服 演唱会临时喊咖 没想到这次是直接摔伤伤到沙巴 要休息三个星期以上 那么除了陈奕迅之外 同样来自香港的歌神张学友来台湾开演唱会 也是突然感染到RSV演唱会来喊咖 得延期到明年 两位来自香港的歌手 同样都在演唱会前挂病号 也让粉丝相当不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年